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7月7日表示 俄罗斯敢于让西方尝试是否能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 在俄罗斯与林格发生冲突四个多月后 普京在向议会领导人发表的超音派演讲中表示 冲突持续的时间越长 任何谈判的前景都会变得暗淡 普京说 今天我们听说他们想在战场上击败我们 你能说什么 让他们试试 俄罗斯指责西方通过制裁打击其经济 并增加对乌克兰的先进武器供应 对其发动代理人战争 在莫斯科一再声明与基辅的谈判完全破裂后 这是数周以来第一次提到外交 自2月24号 莫斯科在乌克兰发起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俄罗斯军队已经占领了该国的大片地区 包括7月3号完成了对卢干斯克东部地区占领 俄罗斯的进展比许多分析家预测的要慢得多 俄罗斯军队在最初试图夺取首都基辅 和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尝试中被击退 俄罗斯表示 其特别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乌克兰的军事能力 并铲除所谓的危险民族主义者 要全部有三重骨断进展示 好 wait 将来对艺术放在一起 好画素 我们先在耀键中 边缓门都未应来 就戒上成继续 方解怎么提到